在這邊演唱常來AutoCafe的舉手 很多嘛 禮拜五是誰演唱 哪一個樂團 你騙人你說你常來 蛤?蛤? 我說禮拜五啦 你說禮拜三來這樣 五六日常來的舉手 禮拜五是哪一個樂團 City Family 禮拜六是哪個樂團 天空 Sky嘛對不對 禮拜天是哪個樂團 爆發力 爆發力 好舞台上有 那個Sky的團長 哪一位 阿東 阿東講幾句話 感謝您的支持 所以大家都知道在這邊其實每個禮拜 五六日都會有樂團的表演 當然禮拜三也會有各式各樣不同 禮拜三你都在聽誰唱 聽阿本唱是吧 好來 對 來阿本介紹一下 阿本你的組合叫什麼名字 禮拜三的時候記得來這邊聽漢堡樂團 就我跟小琪 好剛有提到Sky還有提到漢堡樂團 好爆發力 舞台上有兩位去爆發力的成員 知道的舉手 那個回答過就不要回答 你們平常都沒有來澳洲咖啡喔 今天第一次來的舉手 這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就不用喊這邊好不好 請問一下 弟弟你是高雄人嗎 是齁為什麼第一次來這邊 平常都不來為什麼 因為你要上課喔 那現在放暑假對不對 那從今天開始你會常來 會齁 那叫媽媽爸爸帶你唱 好不好 那常常來這邊聽很多很棒的 不管是叔叔還是 哥哥姊姊唱歌 或者是表演音樂給你聽 那個爆發力樂團的團長 就是舞台上的吉他手 阿廖掌聲鼓勵一下 還有今天特別提商 就是爆發力的 Keyboard手 計劃 計劃 都沒聽過你講話 講幾句話 謝謝大家支持 其實爆發力的知名度越來越高 那是因為很多原因 爆發力的知名度越來越高 其實有蠻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 除了他們音樂本身做得很好 很認真的在演唱很多 快速人口的歌曲之外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 兩位主唱 現在都是 知名的公眾人物 來 喜歡你忠心的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好不好 他大聲耶 他本人在現場 好 喜歡 琪琪 張琪倫的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這兩位都是唱得很棒的 年輕才俊 然後因為 超舞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Auto Cafe準備的很多 很精彩的節目 也包括剛剛介紹到的 舞台上 我之前天然聽樂團 團員他們各自 所屬的現在的樂團 或者是團體 這是點歌嗎 長城堯是怎樣 愛是什麼鬼 是什麼歌啊 你有聽過嗎 愛是什麼鬼 蕭鴻仁的 蕭鴻仁 對不起 他的歌我只熟兩首 第一首 他第一主打跟那個 還有什麼 汪寶川苦手汗咬 18年 活動 常遇到他 請不要跟他講 他的歌我會唱 這樣我會不好意思 長城堯 你會談長城堯嗎 不會啊 國際會談長城堯嗎 你真的會談 哪一位點長城堯 為什麼要點長城堯 你什麼時候聽我唱歌 有嗎 黃國人的異常世界 喔 那一百台以後的都還聽得到 還有人看 長城堯是不是 看一下 不會喔 一小段就好 好不好 不要好尷尬 好啦唱啦 萬里長城 萬里長 長城 萬里長 高梁 誰 大 都 像 天地 黃金 少 太陽 我一定要先講 後面歌詞我記得 可是不能唱 因為 他唱到後來會變成 大家拼命打回去 有沒有 現在兩岸還滿和平 還是不要戰爭 這樣可以嗎 因為樂手也都不貴 對不對